好,我很欣賞各位同學和老師 剛才做的一些分享 其實我覺得可以這樣分享到 其實老師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老師特別做得好 例如剛才那樣,如何去帶領他們 我想問老師,你受過甚麼訓練? 以及你訓練的時間是多長 很感謝,居然有人問我,很感動 其實我又趁機分享一下自己 其實我本身來說 看我的樣子也不是很年輕 其實是很年輕的 看我的樣子也不是很大 我本身也教了大概五年書 我何時開始接觸KF呢 其實就是教書第一、兩年的時候 真的在課堂中用KF 其實用的時候慢慢就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都接觸過 所以一開始已經用這個模式 去和小孩上課和溝通 譬如剛才那樣,問題可能是 我本身也有些事情想說 但我就會引導他們想想 讓他們自己說 慢慢你相信小孩做到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KF裡面很重要的精神 相信他們做到 還有他們有些事情是我們不懂的 慢慢等一等他們,他們自己會出到的 這個就是信念是重要的 可能有多少年或者有多久的訓練 不是最重要的 在信念上慢慢改變 這件事是時間可長可短的 我們一會兒 有些老師又是很快就已經掌握到這個概念 就是這樣